来到海产店满桌的好料一定少不了这一道炒饭 位在沙鹿进一大学商区内的贵森森户柜餐厅 这里有一道上班族跟学生必点的樱花虾炒饭 炒饭前先将洋葱跟葱剁碎 接着大厨起油锅打蛋倒入洋葱爆香 紧接着主角上厂了 由于是甲可类必须先爆炒逼出香气 但又得必须拿捏火候否则不小心就过焦了 炒饭加一个这样子 甩锅啊 等满满的料就去之后倒入白米饭 不断的甩锅让米粒在锅内跳动 充满浓浓海味的樱花虾炒饭还没结束呢 还得铺上刚刚过油酥又脆的樱花虾才能端上桌 樱花虾本身将要遇到油在大的时候 在炒油会比较有香气的 所以为什么樱花虾先下去炒 樱花虾也就是让樱花虾的味道啊 顺座啊让它很轻轻 贵森森餐厅的樱花虾炒饭 樱花虾的份量是一般海产店的一倍之多 豪迈的做法让这道炒饭毫不逊色 樱花虾炒得很香 这里樱花虾家里的量比较多 喔喔喔喔喔喔喔 炒起来是很香 通常快炒店吃饭还得配上几道菜 麻油双腰浓浓的麻油香整盘都是料 光是用看的就爽度十足 还有这一道用整尾鲁鱼过油 外皮酥酥脆脆淋上特调的糖醋酱 美味可口 主要是因为糖醋酱是特调 吃起来的味道味比较有一种 酸酸甜甜的味道会比较香 主要全排吃料 师傅比较以这里的大中调味 所以都继续调食 主要是我们去东路鸡脆肉 下去做切块 然后脏粉下去炸 苦老肉它只要是炸过完 然后经过这一样的配料跟配色 还有我们的酱酥下去做一个 稍微的饭煮半鸡骨粿 看苦老肉吃起来 它会有点软软 就带有一点酥酥的感觉 有菜有肉有海鲜有饭 一千多块出头 在静怡大学商圈 堪称高CP值 贵森森餐厅距离静怡大学不到300公尺 也是该商圈唯一的快炒店餐厅 由于高CP值 更是当地学生上班族聚餐的热门餐厅之一 加上是时下最流行的货柜屋造型 店家用心打造成小学课堂 充满古早味 墙上还有拍照打卡景点 加上主厨是五星级餐厅退休返乡 让贵森森餐厅每到用餐时间总是坐无虚席 见证了在当地的高人气